星島日報記者譚俊熙 其實兩位參選的時候 都說要監察建制派的候選人 因為你們都知道自己的承選 基本上是對於力量 但是暫時 其實見到你們都沒試過 跟建制派的候選人出來 有同場的辯論 也都沒試過用比較多的篇幅 或者是時間去研究他們的政策 從而指出一些不好的地方 或者是有些甚麼可以加入 你們覺得這次你們的監察角色 是有做得多好呢 還有你們覺得你們參選的意義是甚麼 因為其實大家都覺得 暫時只有兩位建制派的選人參選 民調亦都說你們的民望比較低 覺得這次參選的效用和意義有多大呢 哪位先回答呢 阿基先 我再說一次 我這次的參選 是提出一個 我們香港在民生問題上 臨界點 一些矛盾 我們以往的政府不搞不改 我們都相信 蕭規曹徐的 無論雙英哪個應當選都不改 作為香港參政三十年的一個人 我不能夠不講 而且要講得很清楚 我認為香港未來的發展 房屋 市場 貧窮 長者 政制 綠色的社區 我們在香港可以創造我們一個 綠色移居 低碳牌安全自由的社會 一個令人欣賞的國際都市 我們可以做到 我不是因為要當選才說 作為參政人 你有這個承擔 有這個責任要講 我會講一個簡單的故事給大家聽 在座多不多看世界盃 可不可以養養瘦 那麼少 三分一而已 大家都知道世界盃誰打冠軍 巴西 西班牙 有時英國 你會不會相信菲律賓贏呢 你相信黑麥龍贏呢 歷史上你都相信是對的 所以我們未必一定輸定 所以參與不是因為你贏輸 參與就是 因為這個工作特首這個位置 是我們有份的 他將來是代表香港 管理香港 看著香港應該怎麼走的 為甚麼我們不應該參與 為甚麼要贏才參與 贏才參與 即是你知道他想你贏 對不起 他如果這樣告訴我 我就立刻不選 因為我是陰典的 所以正正我們不知道是否我們贏 正正我認為這個制度不對 正正可能我們沒有機會 就更加要參與 參與 絕對有一個很特別的意義在這裏 因為香港人不應該袖手旁觀 如果他們爭取沒有機會發聲 但是我真的不會傳有 絲毫的幻想 真是黑麥龍也沒有機會做 我們 不會被你射得到的 因為龍門是特製的 龍門 踢到過去都會飛出去 龍門拿走了 是贏不到的 不過 我們都是 盼著一個 贏不到的心 去挑戰他們 而我們挑戰他們的 就是他們講很多的 說話 能不能夠具體化呢 其實到現在你看清楚 唐英年和梁振英 很多東西並非是很具體的 是不是經得起 一個同場辯論之下的 質詢呢 或者是經歷數據的考驗呢 這些是他們要接受的挑戰 但是更加重要的 不僅是政綱的比拼 我們要挑戰他們的基本價值觀念 我們要檢驗他們的誠信 我們要看他們的能力 以至最重要的 有沒有基本的道德 倫理 和道德勇氣 講香港人的說話 甚至向權勢 說不 如果你堅持真理的話 這些是我們應該要做的事 這些是今次可以做到的事 謝謝你 媒體 朋友 請 拜託 提提你的機構和性命 無線電線 吳景俊 剛才何先生就說了一句 就說贏都不會有機會 因為那門是特製的 但是泛民拿著205票 是佔了選位的六分之一 是有價值的 既然如果你都覺得泛民是候選人 是沒有機會贏的 如果建制派是實在一位 他能夠作出一個承諾 就像剛才馮劍基所說的 沒有民生的民主未必是大家想要的 如果能夠作出一些民生的承諾 的而是制度可能有機會有改變的時候 你們會不會叫泛民的候選人善用他一票呢 第二個問題就是 剛才何主任就說了 他是不相信 我可以問到一個問題 一個 剛才你說 你完全不相信 其他一位候主任會為市民爭取民主 但你怎樣解釋 現在的民望 梁振英會有四成二 同一年會有三成 而你也百分之八 你會不會認為泛民的選委 應該要跟民望去投票呢 謝謝 哪位先 我先回答吧 好 其實這個問題我回答過很多次 這個民調出來的結果呢 是一個很不幸扭曲的結果 如果今天我們面對的是一個一人一票的選舉 而我們真的出來代表泛民參選的話呢 我相信大家用常理推測 這個不會是這樣的比例 我不是說我一定贏 或者我不是說阿基一定贏 但是不會是這樣的比例 這個比例是一個不現實的比例 所以市民是受了一個現實的限制的影響 就是知道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是建制派的議員才有機會入球 我們不能進去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是作出一個選擇 我知道也有很多是抗議票 知道建制裏面有一個是不給阿爺 所寵刑的 有一個想捧他上去的 於是有些人就說 我特意就找一個建制派你不喜歡的人 來向你說不 向你抗議 都有的 香港人是非常之 激勁和醒目的 我看到是 這是一個其中的解釋 至於你說他們會不會 有些好的承諾 我們用我們的選票爭取的承諾呢 這個當然是非常之假設性 不過不要緊要 就是他提出來 他提出來讓選委 會不會打動他們的心 如果他提出一些真是很好的政策 今天這麼多選委坐在那裡 大家是會思考 大家是會 作出自己最後 自己應該作的決定 不過就不要假設 有這麼多的期望 有這麼多的幻想 我們先看看吧 我覺得最後的選擇 是在選委上高 而我很相信我們有很多基本的價值觀念 其實我們跟他之間是南緣北斜的 他提到出來的話 我們大家一起研究 不過我絕不樂觀 我想告訴大家 我是讀文科的 我不懂很多的計算 不懂很多的數字 但我懂的是說 我30年 30年我看到民眾的掙扎 不是越來越好 是越來越差 我看到那些 很努力做事的年輕人 他是沒有希望 我很多看到那些老人家 還認識五、六十歲 他都覺得我要靠自己 但是原來現在是我們沒有給到機會 作為特區政府 再不去 建立一個公道的社會 建立一個平台 給大家都有機會發揮自己 那些特區政府特首是對不起香港人 對不起我們七百萬市民 我不知道將來我如果真的贏到 當然還未知何俊仁贏還是我贏 我究竟能不能拿到一百五十張的提名 不過我相信會拿到 但是對我來說 我就是一鼓作氣 我就要告訴不單止對手那兩個雙鷹聽 我是要告訴香港七百萬市民聽 我們已經去到一個民生問題的臨界點了 再不改善 香港是會很大件事 我們下一代是失望的 我們會沒有了下一代 所以我怎麼看 我說我兩個政綱是講願景 我希望我們真是 新的特首提供到一個平台 一個願景給我們香港人 我是不會放棄這個努力 我會為這一張入場票爭取到底 就是要講我的香港人臨界點到了 請香港人支持一個願意改革 用新思維管治香港的特首 好 多謝你 請媒體的朋友繼續提問題 好 這位先生 現在馮先生還沒回答過我的問題 就是剛才是你提出的 就是說沒有民生的民主 是否大家想要的呢 我理解的意思就是 民主並非所有的東西 我們想要的不是民主 如果他能夠作出一個民生的承諾 做到你所說的制度上的一些改變的時候 你會不會支持他們呢 好 好 多謝你這麼留意我演詞 不過我演詞裡面有些你沒有留意 我說民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 這個是我第二段的第一句 核心價值不可以撕掉的 核心價值不可以沒有的 核心價值不可以不記得的 發夢你也要記住它 但是有一個核心價值 是不是等於搞定了我們香港問題呢 我剛才舉美國和歐洲的例子 我不是想告訴大家我們不要民主 我不是想告訴大家民主是令到 歐洲、美國亂了 因為它沒有當權者、執政者 沒有好好去管理、監製好市場 是市場的問題 我是不會用民生換民主 但是作為將來的特首 搞好民生 為何會不是他的責任呢 一定是要他的責任 何俊仁 我剛才說得相當清楚呢 我不相信要面對著千二個 這些享有特權的選擇 尤其是大部份 大部份的強調 當然有二百個不是啦 有大部份 是真是和地產、金融霸權 或者各種的特權 是有千絲萬流關係的選擇 你面對著他們 你會作到什麼承諾呢 你作到承諾 你不就不要他們的八百票呢 不要他們的九百票呢 所以我告訴你 我是沒有信心 我覺得不需要回答這個 這麼假設性的問題 就是因為我很知道 結構是會決定了 結果 他們當面對出來說 幾多幾好聽的說話 想拿高的民調的支持 只是說高大空的說話 當一番回到選委 要拿票 然後想出線的話 對不起 全部你看得到 他們就會回歸隊 回到一些保守 以及不敢違反 這個小原主 很多根本利益的決定和政策 所以這一點 大家放軟看看 我很相信這個就是結果 前排的朋友請